嗯 枪枪三元熊 今天咱们把刘新武老师请来 到我们这来开个谈 开个什么谈 当然是看他穿着衣服 就知道是红谈 你们俩加一块红与黑 崔曼丽 这是刘老师专门给你配个美女作家 红与黑永恒的色彩搭配主体 你说错了 刘老师也是帅哥作家 是吗 不是 刘老师我听说过 说说为什么对《红楼梦》感兴趣呢 说小时候在班里 女同学都特别喜欢你 有理生缘 有女生缘 所以我给你搭美女作家 咱们著名的职场小时候作家 崔曼丽 而且我们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我们都对《红楼梦》非常感兴趣 所以对您就有很多请教的需要 你看我这摆着一本 刘老师这可真是雄心壮志 续《红楼梦》 按照您的观点 《红楼梦》是108回 也不是110回 也不是120回 是108回 那么他续写的就是81回到108回 刘老师 您这个事 我匆匆翻了一番 当然了 《红楼梦》我们俩最多小的时候看过几遍 虽然爱好跟贾宝玉一样 但是 那是你 别往我身上来 不是真正要研究 我也没有什么资格质疑您 但是我觉得这个真是费力不讨好 我见到微博上有人说的那个对点不好听 说哎呦 刘欣武这续《红楼梦》写的可是够穿越的 您怎么理解 是现在我自己做了这么件事吧 其实就是一些退休老头啊 为了这个就是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 耗费一些时间完成东西而已 没想到这个闹腾这么大 现在我听的最多的八个字是这个狗尾虚雕 佛头捉愤 那我觉得这个也很正常 因为差差证明《红楼梦》了不起 谁都护着他不许你随便的染指 我听了以后很高兴 就说明《红楼梦》确实得到大家心目当中啊 这么崇高一地位 不能随便碰挺好嘛 曼莉呢 我是这样 因为那个《红楼梦》真是我最喜欢的一本小说 不是你像你这样匆匆看几遍就把人放下来了 《红楼梦》是我 而且我写作之后也是反复的在阅读 其实我对这个刘老师能够去续写《红楼梦》 我觉得这个勇气还是很值得佩服啊 而且我看了说是花了七年的时间 刘老师这《红楼梦》十年了吧 就是他续写 二十年最起码是二 我就发表第一篇涉及《红楼梦》的正式的文章 发出来是1991年 在读书杂志 发了一个文章叫做《话说赵姨娘》 你看我研究红楼先从这边角 边边角角这个配角研究起 但是您说这赵姨娘我突然想起我在您书里看到的一段都有点这个金瓶梅的意思了 说贾正在外头不高兴了回了家 赵姨娘想说两句 贾正说你别说话你就管让我舒服了 于是赵姨娘就变着花样让贾正舒服 您这书都写到这个了 这个前八十回里面 你注意到没有 贾正这个龙国府辅助回到家 他往跟谁过 前八十回是有具体交代的 是跟王夫人吗 贾正跟王夫人好像没有性生活 从书里故事开始以后 当然有过 要他生那么多儿女 不是 以前跟现在很多中年夫妻差不多 但是从书里的故事开始的时候 应该是没有了 他就是靠赵姨娘 他写到赵姨娘多次就是服侍贾正睡觉 什么叫服侍睡觉 实际上您是把您的很多研究观点 用小说而不是用论文的形式 把它给汇聚起来 用叙述的形式 你比如说你一听 那家伙能把你给惊着了 林黛玉 刘老师考证是怎么死的 说是赵姨娘下读 而且还是慢慢的 一天一点的慢性下读 最后独入肺腑 林黛玉自己知道命不久长 投糊成仙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泪尽了 他还泪 还泪之旅结束了 最后他没有眼泪了 最后流出来是雪滴子 我随便写了 雪滴子还变成了红宝石 对对对对 天哪 因为他是降猪仙草 降猪就是红宝石 您这个还有依托 有依托 但是对于赵姨娘下读 林黛玉投糊自杀 这事是您编的吗 不是 我这个叙述的特点就是说 我是从曹月琴的前80回里面 找伏笔 然后他的这个大伏笔 小伏笔 民伏笔 暗伏笔 单伏笔 双伏笔 一一加以赵姨 我很辛苦的 那么就是说这个配药这个事 就是说这个赵姨娘早上配药 慢性中毒 请看红楼梦第三回林黛玉进府 当中正文有一段描写 就是贾母问 这个林姑娘说在家吃什么药 大意是这样 那么这个林黛玉就有一个很 很这个就是老老实实的回答 就是说还是吃这个人生养荣丸 这个时候 曹月琴的合作者之间斋 有一个很重要的批语 福后 为后 苍林福县 什么叫苍林 就是贾苍贾林 是龙国府的本家的这个成员 这两个人呢 在府里面是负责配药的 人家之间斋说有福笔 说到林黛玉这个就是这个啊 吃这个人生养荣的时候呢 就告诉你 所以你看我的叙述里面写 谁配药呢 贾苍贾林 他们跟赵一娘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这个叙述里面讲了 就是跟赵一娘很亲密的关系 因为那个赵一娘在府里面地位是很低下的 他奴才出身 尝得到府主的宠爱 专管 专负责服侍睡觉的 但是这个地位卑下 那么贾苍贾林呢 在这个贾是宗族的这个分支里面呢 他也是比较这个偏知 所以他们不可能和这个贾政啊 贾连啊 这些府里面很这个很大的人物亲密来往 那么他们为了滚固在府里的这个位置 就必须要和赵一娘这样的 就物以类聚吧 所以他们赵一娘就借这两个配药人的手 谋杀了林黛玉 对对 那他慢性的 因为如果你是一下子下毒的话 就很容易查出来 慢性嘛 就是我这个配事我不小心嘛 我把有的成分加大了 为什么要谋害林黛玉呢 因为赵一娘啊 他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这个夺取整个这个贾府的控制权 因为他有一个王牌 他给贾政生儿子贾桓 如果把宝玉给灭掉了 那么你想想这个根据这个伦长排序 总国府归谁啊 归贾桓 对吧 那么这个贾宝玉这个为谁是死去活来的呀 所有人都看明白为林黛玉 所以如果要把林黛玉害了的话 宝玉就没法生存 这样的话呢 整个贾府这个赵一娘是情场高手啊 不是情场高手 是这个权力斗争的 这个阴谋一样 家族权力斗争的一个高手 第25回呢 那你没印象吗 他通过马道婆演那个凤姐和宝玉 他就要把他害死啊 对看来啊 那一方面要杀王熙凤跟贾宝玉 一方面还杀林黛玉 艾莉你对《红楼梦》感兴趣 恐怕一般女作家不是对阴谋斗争感兴趣的吧 没有我很感兴趣 是吗 但是我对那个就是《红楼梦》 我是觉得因为我还是有一个就是写作的这个专业 我觉得它的结构啊 它的语言啊 就是是我觉得中国小说里面 虽然说是四大名作 但《红楼梦》真的排第一 可是我觉得你啊 像《红楼梦》学习它的这个手法的话 有一点我觉得你应该学 就是它那个叫做草蛇灰陷浮烟千里 它充满了伏笔 这个应该学 你比如说林黛玉啊 林黛玉就说说林黛玉你学它成湖 你有什么根据呢 它是有伏笔的 有很多伏笔 我举一个啊 好 甲元春醒星 醒星当中要演戏 点了四出戏 哪四出 你当然都没印象了啊 那么清友一出 就是牡丹亭里面的 叫《离魂》 离魂 你去翻那个牡丹亭啊 这个这个牡丹亭里面的这一段 就是写这个在水域 在水域 这个女主角的这个命运 这就是一个伏笔 就是这个我不是我说这点 是福利待遇之死 这个在这出戏的这个点出来之后 郑文下面就志燕哲批语 福待遇之死 他说的 这志燕哲不是一般人啊 他是曹玉琴的合作者 这个志燕哲 您的考证 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呢 我的观点呢 就是说他的原型啊 就是这个 史湘云 史湘云 当然给艺术形象 史湘云的原型 就是 如果做的是曹玉琴的话 就是他的一个表妹 是李旭家族 当年那个就是曹家是那个江陵制造 李旭是苏州制造 所以啊 在这个刘老师最后的研究里 这个贾宝玉最后还嫁给志燕哲了 不是跟志燕 不是跟史湘云 您说志燕哲就是史湘云嘛 然后他这个序里头啊 娶了史湘云 宝玉最后的结局是跟史湘云 对对 结婚了 对对对 所以说您这么多精视的观点呢 我不由他想起啊 咱们这个节目 这个也有个前提 按照前文化部长 王蒙老师的教导 就是 你可以不接受刘新武的意见 但是你不能剥夺他研究的权利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再请刘老师看 强强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当然你看这个您这个写《红楼梦》啊 您是尽量的靠这个曹雪芹的语言感觉 但我觉得连这个都是个吃力不讨好 比如说有个地方就把我这个说实在的 就看开心了 说是这个探春远嫁 探春嫁到什么国去了 远嫁远嫁临别的时候 这个抱着这个甲桓呢 这甲桓原来对这个姐姐 对探春这个挺怕的嘛 姐姐这个时候也哽咽了 说姐姐恕我一贯荒唐吧 然后探春呢 也无言语 摩索着她的脊背 甲桓心知那份关怀 阴道 姐姐放心 我从此一定学好 您觉得这是不是 现在小学里这么聊啊 有点现代化啊 没错 针线很好 要不是人说穿越嘛 这一件很好 所以说有些学者就讲了 说其实刘兴武真要续写啊 也用现代的语言写一个也挺好啊 没必要就是好像背里面 我在节目开头就讲 因为《红楼梦》的结构和语言实在是太精妙了 所以我说刘老师新年时间续写这个《红楼梦》 但是我要批评你问他 你不能挑这个问题 因为曹雨昕的语言真的是太精妙了 我认为刘老师 我刚才翻了一下 我觉得还是很有点那个味道 这个是他一眼还是对的 我为什么要试图用草体去写这个 我主要还是为了让读者读起来 能跟前八回那个感觉大体衔接上 我的目的不是说我自己要创造出一个 有多么高价值的一个文本 我是通过这个向曹晓致敬 同时我希望大家通过读了我这个二八回以后 赶快翻过头去看前八回 为什么呢 我主要的目的不是恢复那语感 我是一个现在的人 他是乾隆曹人 是要把曹雨昕在前八十回里面的伏笔 和志愿灾在前八回里面所提出来的 八十回的内容 一一加以落实 这样帮助你去欣赏这个前八二回 所以这就是多体贴 我觉得这是达芬奇那个密码 这是我的目的 就是说现在不是有一个比喻吗 很流行 就是说这是断壁维拉斯 这个比喻很恰当 前八十回它是一个断壁维拉斯 但一百二十回不是断壁 一百二回已经接上戈壁了 高厄接了个四十回 但是你好像被高厄接的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主要的是什么 不是我一个人不满意 早在乾隆朝 有一个叫玉瑞的人 这个人他在当时的他的书里面 对高厄就是深入同学 他拿哪八个字说高厄 你听以后你到底晕倒 一散俱无 诸恶俱备 一点好处都没有 什么坏处都有了 我对高厄不是这看法 高厄写林黛玉之死那一段文字 相当优美 是 那个场景让人读了以后难忘 我之所以要去写林黛玉成功 是因为我经过研究以后 我认为他已经设下了很多伏笔 他是要让林黛玉最后是消失在水域里面 我现在不一一展开了 大家可以再去翻前八回 看有没有这些伏笔 我的目的是让大家欣赏段比威拉斯 我觉得高厄接都不好 我试着接另外一个胳膊 也不是让你搂着我胳膊欣赏 而是让你能够去再回过头来欣赏这段比威拉斯 但是你看这个 我还想起一女作家这个张爱玲 真的怪到了 中国就没有哪个作家 好像说对《红楼梦》不感兴趣的 就是你像张爱玲也是 专门写了一本书叫《红楼梦演》 张爱玲的这个分析 他就是认为 就是说曹解琴是用了一辈子的时间写这个书 而且说他不断的在一生当中的不同时间在修改 对你要晓得也许10年前和10年后 对人生的旷位 他理解起来都不一样 所以他会发现书里边的有些 比如说写宝钗和黛玉 好像是从头写到第28回还是第多少回 两个人的情感一直在发展到高潮 但是到后来就开始说贾府里头别的事了 拆带合一了 对两人的情感好像一直就停在那儿 就感觉就是最后等死 他就分析啊 这个有可能啊 就是说真正开头的 宝玉带玉情感到高潮性的那种描写啊 他认为可能是曹解琴到后来 也也也才补写进去的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看法 就是说不要把《红楼梦》啊 是吗 这是乐剧《红楼梦》的唱词 天上丢三个链 你学会 你男方人 他的著作权属于一个叫徐靖的人 是乐剧《红楼梦》的编剧 《红楼梦》里面你最喜欢谁啊 《红楼梦》里面我最喜欢贾宝玉 但是我喜欢他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对女人很好啊 赞美女人的人 我认为贾宝玉是在《红楼梦》里面最有悟性的一个人 实际上他最后我理解啊 当然不见得对啊 我理解他最后所谓的宝玉出家 就是我们看到的完整的就是去写高额那个版的 我觉得他出家不是离开的这个贾宝 他离开的是大官员 因为贾宝玉是一个连老太太都骗过的人 我觉得他是在这个 而且他是整个贾府里面 你看林黛玉很清高很怎么样 但是我认为林黛玉身上还是有点成人色彩 贾宝玉是唯一一个拒绝长大的孩子 我觉得这个拒绝长大的孩子 在文学作品当中那种光辉 不仅中国有西方也有 实在是就是你会觉得 你想成为一个这样的人 我想每个人都梦想成为一个拒绝长大的 贾宝玉就说他五毒不食 他不懂得什么叫害人 当别人害他的时候 他不知道这是在害他 包括贾环把腊油蜡烛推在他脸上 要躺下他眼睛 事后他都不觉得这是有人害他 这就是失守 我在叙述里面把他这个性格加以发挥了 我就不惜说了 那么他那点说得很好 而且他始终是童真状态 对 儿童的童真实的真 赤子之心 赤子之心 他永不改 你说这个世界文学画廊里面也有很多种形象 但是大多数的产生在我们的《红楼梦》曹亚勋之后 他18世纪上半页的作品 没错 你包括我们后来觉得个性解放 比如说简爱 觉得很激动 或者比如说像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那些作品 觉得是人道情怀 都比他晚 而且你看 你知道我就想起 贾宝玉一个交给中国人一个很有意义的字 就是意淫 这个有个分别 你看《红楼梦》里有个词 叫皮肤烂淫 刘老师续写的这里边 怎么形容这种皮肤烂淫的人 说这个是迎春的不幸遭遇 他最后落在一个流氓 孙少祖的 中山狼 仔细中山狼 这说这孙少祖 这孙少祖 整天一回家 说是除了吃喝就是交购 还让迎春的小丫鬟 整天只穿着外衣 不准穿内衣 这搞起来方便 就留了刘老师这续节的 这是第五回 关于贾盈春命运的判词和渠里面提供的这种信息 判词里都说不让贾盈春的小丫鬟 但没有 没有 就说中山狼贪荒购 就这个 他说这种人就是皮肤烂淫 那相反的 你看贾宝玉 过去也有外行的人就觉得 贾宝玉好像是一个 不大有这个是一般性欲的这种 当然这也有过一些 但是似乎他对女孩更大的兴趣 不是这方面 我今天特别高兴你提到这一点 也现在要为这个词频繁 因为现在在咱们网络上各种文章里面 对意淫这个词都当做一个贬义词 他就从这个字面看 因为词典里不会有这个词 这是曹雪芹的文本里面出现的 他觉得就好像心里头这个就是有色情想法 色情想法 所以叫做义淫 不是的 曹雪芹在这个第五回里面 就是警换先姑 给曹雪芹提上一表 说你给那个贾宝玉提上一表 说你是一个义淫的人 是吧 然后这个志愿灾就有批语 什么叫义淫 无非就是体贴的意思 就是说我不是去追求皮肤难淫 就是那种生理上的快感 我追求什么 追求是在心里面去体贴他 那么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平儿李庄 香云换群 香灵换群 怎么您跟我们讲那些故事 平儿李庄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贾连偷情嘛 偷心 被王熊发现了 王熊凤就冲进去 就先打平儿 是吧 平儿就受了委屈 这个时候呢 宝玉就把他请到了宜洪院 提供那个 让西人啊 提供那个化妆品 让那个平儿呢 李庄 重新装扮 这个时候就有一段表现 就是宝玉已在他的踏上 就心想 平儿这么一个美丽的姑娘 都不知道自己的来历 是吧 平常没有办法去为他尽心 现在终于有这样一个机会 可以为平儿啊 去尽自一份心意 这就是义银 义银 它是这个 它是一正面的概念 对 乡林换群也是 我就这么喜欢义银呢 乡林也是这个东西 乡林就是他那个一个美丽的孩子 那他的苦处 咱就不多说 都知道 对 跟人家斗草 女孩在这边玩 石楼群被那个鸡下的雨水弄脏了 弄脏了 宝玉就脏了给他换了个裙子 知道西人有这么一条一样的裙子来换 这就是义银 就是他不是追求是跟湘云去云与情 是吧 皮肤难淫 他所以就说我怎么能够为这个美丽的这个青春花朵 这个女孩子为他去服务 体贴入微 这样的哪个女孩不喜欢呢 所以这个义银这个词要平反 对对对 而且刚才这个提到平儿 这个甲老师 不是甲老师 我现在怎么关心 叫甲老师 刘老师这书里还说 到最后是怎么的呢 把王熙凤给修了 把平儿扶正了 平儿成甲联大老婆了 这是根据我对前八十文本研究 我认为是有伏笔的 也不细说 不细说 就说凡是这些东西 你觉得路登口呆的 我的解释就都是根据前八回的伏笔 对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这你得去找前八回 这信刘这说的对不对啊 是吧 刘老师这密码学 对吗 对吗 不然我担心的